公司托管亲子园虐童事件 让人看了既气氛又心疼那些被虐待的孩子们 特别是一些宝妈们更是深有体会 自己辛辛苦苦十月孩胎的孩子被别人虐待 真是心疼 11月8日主持人谢南就此时发生 来分享了一则自己家人亲生经历的故事 他写道 这两天大家都在关注携程托管虐童 我想提醒大家 在这方面没有自理能力的老人和孩子是一样的 我奶奶的真实经历 同时在听说我爸不在家后 提醒我爸可能存在护工对老人有不到行为问题 奶奶说因为护工嫌他吵 跑到客厅沙发睡不理睬他 奶奶不知道他跑去哪了 使劲拍床呼喊 导致左手手腕可亲 对孩子们的热暴力意见 对老人的冷暴力不意见 我尊重护工这个职业 久病床前无孝子 不能苛求 但为子之心不能不痛 当我们呼喊对孩子们的关怀 别忘了老人家 网友评论满满正能量 说得很对 老人和孩子一样 是的 老人越来越多了 孩子和老人都是弱体 大嫂真棒 支持 希望爷爷奶奶身体健健康康的 以后自己多陪陪他们 支持